就这样 两个月的时间转瞬而过 小公子不愧为一条顶级灵犬 长得极快 两个月的时间 已经完全脱离了奶狗的样子 是一条有模有样的小狗了 很快 小公子就成了整个云深不知处的团宠 就连蓝启仁和蓝西辰看到他 都忍不住要逗一逗 要说唯一不太喜欢他的人 更准确地说 是很不喜欢他的人 就是把他带入蓝家的蓝氏家主蓝旺鸡了 蓝旺鸡觉得 这条狗作为一条灵犬 简直太粘人了 整天溺在微无限身边 敢都敢不走 着实烦人 而且这位小公子 聪明得像是成了精 他一见到蓝旺鸡板着脸 冲他走过来 就一声乌液往魏无限身上蹭 一副受尽了委屈的样子 然后魏无限就又是搂又是抱 一脸宠溺地哄着他 安慰他 蓝旺鸡能怎么办 难道说 他嫉妒一条狗 如今 魏无限回莲花屋都要带着小公子 这就意味着 蓝旺鸡遇见碧尘 怀里搂着魏无限 而魏无限的怀里 却搂着这条狗 魏无限第一次带着小公子回莲花屋 江城就差没把子电拿出来抽一鞭子 看看这是不是个假魏无限了 待他弄清缘由 不由对蓝旺鸡竖起了大拇指 姑爷 我对你心服口服 魏无限跟了你 都爱上狗了 这世上 恐怕也没有什么是姑爷你做不到的了 这日 魏无限照例在莲花屋给江氏弟子授课 蓝旺鸡却借口云深不知处有事 先回了顾苏 蓝旺鸡前脚刚走 江城就找个理由也离开了莲花屋 事实上 他和蓝旺鸡约好 要一起去云深不知处 找蓝锡尘详谈取诸怀凶兽鳞片 祝魏无限结丹之事 旺鸡 江总主 你们两个都知道 古鸡对诸怀凶兽的记载十分有限 他到底有多凶险 其实我们都不得而知 应该说 近百年来就没有人见过他了 我当然明白 你们为了祝无限结丹 都有足够的决心 甚至连死都不怕 但是我还是要问你们几个问题 若你们还是执意要去 我绝不拦你们 旺鸡 你知道在无限心中 江总主的分量 无限连金丹都舍得泼给他 这就是把他看得比自己还重 无限两辈子遭遇的所有磨难 全都源于这颗金丹 而这颗金丹 此刻就在江总主的体内 此次你们去寻诸怀凶兽 且不说能否取回鳞片 若江总主有什么闪失而你回来了 你打算如何向无限交代 无限两辈子所受的所有罪 全都复之东流 无限会不会怪你 你与他的余生将如何相处 江总主 你也看到了 旺鸡和无限的感情 旺鸡为无限做过些什么 承受了什么 你都看在眼里 他们两个经历了多少艰难 才结尾道理 你也全都知道 若此次旺鸡有什么闪失 而你回来了 你又打算如何向无限交代 就算取回了鳞片 你认为无限会不会用 你觉得若旺鸡回不来 无限结单还有何用 又或者 我说得更明白些 你认为若旺鸡回不来 无限还能活下去吗 若你们两个都回不来 无限会怎样 这个问题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再问了 当然 最皆大欢喜的局面是 你们两个平安归来 且取回了鳞片 但到底有多大把握 我们谁也不知道 你们两个觉得 冒这个险值得吗 你们两个自己 或许都不怕冒险 但你们确定 也要让无限冒这个险吗 眼下你们急于住 无限结单 我理解 但即使没有诸怀鳞片 依我看 无限结单也是早晚的事 你们若信我 再给我些时间 也再给无限些时间 我的单要会起作用的 无限的修炼 也会起作用的 当然我还是那句话 你们两个若执意要去 我不会阻拦 但你们一定要考虑清楚 不要莽撞 你们两个也都不小了 你们应该都懂得 爱一个人 对一个人好 不是敢为他去死 这么简单的 设身处地地为他想 比敢于为他去死 更有价值 从蓝西辰的房间里出来 蓝旺基没有吭声 江城也没有吭声 蓝西辰的这番话 太震撼了 是啊 若他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个 有任何闪失 魏无限怎么办 他们两个不是怕死 但是他们两个都不能死 他们两个的任何一个 一旦有任何闪失 对于魏无限而言 都是不可承受之痛 这种痛 会比他不能结单 还要痛上一百倍 一千倍 一万倍 怎么办 去还不去 我是不怕死的 但我好像确实没资格去死 我死了 他的金丹就没了 江城停了停 接着说 你更不能死 你是他的命 你死了 他的命就没了 再等等吧 至少等东安陨石的事 结了之后再做打算 蓝旺基回答 好 等这件事了结了之后再说 蜡月已至 东安陨石的事 终于提上了日程 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到位 四大市家 各出五十名 遇见最强的修士 备好了所先来 东安陵市那边 五十里的路线 已经规划完毕 沿途的人员 都已经疏散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待北风起 泼水结冰 就可以将陨石挪至东海 这个大隐患 也就可以彻底消除了 行动的这一天 蓝锡尘和蓝旺基 亲自率领精选出来的 四十八名高阶弟子 一起前往东安 魏无县因不能遇见 就和闭关的蓝旗人一起 带着剩余弟子 留守在云深不知处 云梦那边的江城 蓝陵那边的金陵 也都作为家主 亲自上阵 聂怀桑也带着清禾的修士 亲自去东安都站 早上 蓝旺基出门的时候 魏无县抱着小公子 在静氏门口给他送行 蓝旺基看着小公子 一副懒洋洋 窝在魏无县怀里的样子 越发觉得这条狗实在有些碍眼 蓝旺基凑到魏无县耳边 小声对他说 今天是第三天 晚上早点让这家伙 去他自己窝里睡觉 知道了 我气着呢 蓝二公子天天和小公子 争风吃醋 你羞不羞啊 魏无县简直无可奈何 此刻他们谁也没想到 这一天这一别意味着什么